美國總統拜登二十九號宣布 動用總統提用權 將提供我國價值三點四五億美元的軍援 詳細內容沒有公佈 但外媒披露 可能包括MQ-9A無人機 或是先進地對空導彈系統 MQ-9A無人機相較我國先前採購的海上衛士 除了續航力和最大起飛重量較低 也無法將自身的位置及時回船 功能更接近於堅針 除了可能提供無人機 先前國防部證實已經建案的 先進地對空導彈系統 也是可能的軍援項目之一 這套系統是由挪威以及美國合力開發 將AIM-120空對空飛彈改為陸射版 配備的哨兵雷達 搜索範圍達120公里 射程則有大約30公里 目前只有七個國家配備使用 優異的性能能夠補足我國 在中程防空飛彈系統的缺陷 除了完備防空系統 用精準彈藥也是重點 專家也提出軍援可能的項目 美國政府宣布軍援雖然項目沒有公布 但我國軍售項目交付持續沒下文 各讓軍援引起高度關注 而行政院則表示 美國總統的提用權實際上是對台軍手之外 另一個保障台灣自我防衛的最佳工具 華視新聞 張正 張正傑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蕾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